放寬條例,一車,允許兩人 歡迎收看4月29號報導正能量新聞的新聞自證點 行動管制令來到第43天了 我是馬來西亞南台鄭兵彥 新聞自證點持續為您報導正能量新聞 首先來關注今天的確診人數 衛生總監諾西山今天宣布 大馬新增94人確診 累計確診達5945人 沒有人死亡 累計死亡人數達100人 今天也有55人治癒 累計治癒達4087人 放寬條例,一車,允許兩人 早前政府限定一車只能允許一人 如今這個條例放寬了 政府表示第四階段的行動管制令 一車可允許兩人 不過依然只能到住家10公里範圍內的地方 購買生活必需品或者看醫生 但是如果超市或者是醫院不在10公里以內 則可以選擇最靠近的地方 亞航恢復國內航班 亞航今天發文告指出 亞航首先會恢復國內的航班 在疫情好轉和政府解除禁令之後 會逐漸開放國際航班 亞航已經準備嚴格的衛生管理和社交距離政策 並會要求所有的乘客佩戴口罩 接下來我們把時間交給國際組主播陳學生 你好我是陳學生 我們先來關注全球的確診人數 今天全球的新增病例有54,449人 累計確診人數3142,399人 死亡人數5222人 累計死亡人數218,153人 治癒人數24,159人 累計治癒人數959,124人 百歲阿嬤戰勝流感、癌症和肺炎 美國一名101歲的阿嬤 是西班牙流感以及癌症的幸存者 如今確診新冠肺炎的她 也成功地把病毒打敗了 醫院把她稱為奇蹟 她的女兒也自豪地說 我媽不是普通人 她根本就是超人 印度人民不出門能贏金幣 以賞代罰 印度的一個村莊 為了鼓勵村民好好地待在家 舉辦了一個比賽 如果有家庭在封鎖的期間 沒有出過門 就有機會獲得獎勵 首獎是金幣 二獎是一台冰箱 三獎是一台洗衣機 而安慰獎則有50份 疫情期間 人人都戴着口罩 其實會讓經常人士 沒有辦法透過淳語 來進行日常交流 印尼的一對夫婦 為了解決聽障人士的困境 製作了中間是透明塑膠片的布口罩 每個售價 一萬至一萬五千印尼盾 我覺得印度這個待在家裡 就能獲得獎勵的活動 其實是蠻有意思的 但我覺得疫情期間呢 好好的待在家 應該是我們要有的一個意識 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像當地的人民那樣 待在家就能獲得金幣 但其實待在家的同時 我們也在保護著我們的健康 而健康比金幣更珍貴 那麼今天的國際新聞就到這裡 接下來的時間交回給賓宴 謝謝 謝謝學生 如今疫情嚴重 導致許多的國家 目前仍然處於封鎖的狀態 很多的政府 為了限制人民不要出門 都採取了嚴格的刑罰 例如新加坡對於重犯者 會罰款一千新元 菲律賓總統則允許警方 槍避違反禁令的民眾 我很欣賞印度村長 以想代罰的做法 我們常常處罰那些違反禁令的人 卻忘了獎勵那些守規則的人 其實好人也應該得到應有的獎勵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自證點 我是馬來西亞男孩 鄭兵燕 我們明天見 他自己負責沒有任何抱歉 我只能勇往直線 哪怕再大的風險 為了夢想能實現 決意跑透露殘忍穴 散熱忍穴